众所周知,李峰自从出演了古装剧《古剑提摊》之后,便名声大噪,人气一路直线上升,身价不菲。 但是前阵子,有媒体爆出李峰向上市公司欢瑞世纪借款1800万,以时间让李峰的粉丝颇为着急,我们爱都那么有钱,怎么可能还去借钱呢? 随后,欢然世纪作出了正式回应,表示李峰在2015年2月确实存在借钱的行为,而且金额是1800万。 借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买房,作为关键的是,李峰借的1800万元,在2017年1月份已经全额归还了,连大派明星都那么辛苦攒钱买房,更不用说咱普通老百姓了。 除了李峰另一位流量明星陈伟廷也直呼买不起北京的房子,还有曾经和杨幂、黄胜一、刘一飞一起被评为内地四小花蛋的王罗丹,也直呼买不起北京的房子。 还有单红小生蒋金夫,自2009年起担任书摩,后跟谈日签约,迄今出道也有8年时间了,而据知情人爆料,他至今仍在北京租房住,开的是二手册。 2014年,黄勋在演完《红高亮》之后,接受采访时说,他目前的最大愿望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,有一个自己的小天地,不再担心房东说,你赶紧找房子吧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